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部長 來請理部長 這個部長你好 這個我覺得有些事情還是要先做一些釐清 因為今天大家在關心菲律賓槍殺我國東港漁民的這件事情 那早上的委員會請海巡署跟農委會外交部國防部來進行巡打 那當然我們內政部也有代表來 但是昨天今天早上他就特別提到說 這個我們有關南邊的暫定執法線 那海巡署說這條暫定執法線的劃定 是由我們內政部所劃定的 那這個我想內政部要說明一下 到底當時劃定 當時劃定這條線這個由來到底是什麼 你要講清楚 幫我們內政部變黑鍋啊 對不對 我來問 是不是你們劃的 這個 暫定執法線 是農委會在93年12月31號 劃的 所以不是你們劃的 不是 他公告是誰公告 農委會公告 農委會公告 也不是你們公告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奇怪啦 這個部長 這個大家這樣推皮球推來推去 就推給一個不在場 這個部長早上不在場 就推給我們內政部 說這個是內政部畫的暫定執法線啊 就推給內政部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因為 這個在 當時啊 這個召開會明明定的是農委會 海巡署推給內政部 所以 部長在這邊是要鄭重澄清說 這個不是你們畫的 對不對 就是3年12月31號啊 定有叫做政府護漁標準作業程序 這是農委會定的 然後報行政院核定 所以 所以這個非常確定是農委會畫的 對啊 所以這個部長 這個這件護漁事件啊 我想 不管是說 南邊的 或者是說我們東北邊的這個釣魚台 是 一到八的這個佔定執法線 這個我們內政部畫的這個部分啊 這由我們內政部來公告 那九到十三這個部分是由農委會來公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跨部會有關佔定執法線 為了要協商的時候 我們內政部啊 這個必須把這個立場講清楚 好不好 不要在這個 反應慢慢拍 啊結果 事發之後 大家要互推皮球 海巡署農委會推給內政部 就我們內政部 今天說這個是農委會 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讓人家看的真的是 是 很不以為然 坦白講我真的很不以為然 這種 部會互踢皮球啊 這個不在場的變成 被黑鍋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人啊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好不好 這第一點跟 部長先說明 齁 謝謝 那第二點就是說 還是要回歸到選霸法的這個部分啊 我是請法務部有沒有 今天有沒有代表來 法務部來 那部長 這個是不是在旁邊休息一下 我先 好 謝謝 來 沒關係 中選會的主委來 這個張主委 抱歉 請一下張主委 我先請教一下法律的概念 好 這一個我們 保護部的一個立場 好 假如說 是 行使一定的契約行為 交付所謂的利益 要求提高投票率 好 政黨或者是候選人 這個沒有算會選 很清楚吧 是 但是這個是 全體是一個 是不正的一個 對 對 不正的時候才算 好 那我政黨 我政黨有錢啊 我就發工作獎金啊 你們這一個 這一個投票所 開出來國民黨的投票率 譬如說 不分區的立委選 這個政黨的支持 政黨票 那一張開出來 國民黨的得票率 假如是68% 或者是該國民黨籍的 候選人的選票 開出來68% 那我就給第一名 50萬獎金 那其他第二名30萬獎金 這樣算不算會選的樣態 算不算 我講國民黨你就不敢講 那我換民進黨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 民進黨的候選人 蛤 蛤 蛤 這個應該是要怎麼說呢 這個怎麼會很難說呢 蛤 蛤 你這個很難說 選民就無法釋從啊 那我以後就用這一招啊 可以嗎 那只單純說是 針對是哪一個政黨去 他的那個得票率去給金額 該政黨的得票率喔 這個具體個案的話老實說可能 我沒有跟你講具體個案嘛 因為這個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情形出來的話 欸 欸 好啦 我這個 你還嘆氣 我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我也不曉得怎麼問下去 蛤 怎麼 來你講講看啦 你的意見啦 你的意見啦 蛤 可不可以再更具體一點點 就是召開這個服選幹部會議 喔 那某政黨的 服選幹部 就要求說 該投票所 喔 假如 開出來的選票 該政黨的得票數 是超過百分之六十八 那 所有的這一些縣市裡面 該投票所 假如是開出來六十八 喔 他投票率最高 那我就發給獎金五十萬 那第二名三十萬 喔 那這個算不算 如果是他是給他自己的黨務人員的情況之下 那服選幹部啊 服選幹部的話 應該是不會構成 喔不會喔 應該是不會構成 都不會嗎 因為他沒有 他不是叫他 他是叫他去充這個業績 對 充業績 但是他沒有說是叫他做 如果是他做一個叫他做一個非法手段 去充這個的話 當然就會構成 那如果說是為了 讓他的所屬的這些的 底下的這些的選務人員 或是他的這個黨務的人員的話 努力去充這個票數的時候 而不是用這個非法手段 比如說是去花錢啊 去買票等等的那些的 去把這個選票的這個投票率提高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不會構成才對 但如果說是他有這種 要求他底下人為了這個 從他的這個 提高他的選票的情況之下 他去要求他底下人 去做這些不法的手段 買票啦 或是其他的這些不當的行為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會構成 好 那我再接下來請教 我們中選委在旁邊 我問你啦 中選委主委在旁邊 好啦 那假如說發工作獎金的方式 總共這個第一名還是50萬 但是呢 他是用這種非法的手段 他用電話推票 組織性的動員 接送投票 那這樣算不算 接送投票 他沒有但是他用的手段是非法的啊 中選會這個樣態裡面這個是非法啊 這個是50萬到500萬的這個罰款啊 只是動員應該不會 所有的政黨的話 他去選票 選舉投票當天按簡訊這個違法啊 我現在列舉這些 你說當天的那些 當然 他有些的固定的一些的 一個選舉行為的話 在選舉當天的時候是不能夠做的 那他當然做的時候這些當然是違法的 但是該計劃 我現在講說有一個計劃啦 他就是 先這個用投票率來用作為刺激的一種方式 然後這些人在當天啊 都用這種有組織性的 規模性的接送投票的這種方式 那這樣算不算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 這個選法第99條裡面 有關企業會選 或者是交付不當利益的這個規定 就你的認知啦 這樣算不算 手段非法嘛 你剛剛是手段非法是買票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告訴你他不是買票 他是用這種接送投票的這種方式 這是違反選罷法方面的一個行政上的一個規定 那當然是要 如果要處罰的話也是 也是那個 所以這個不是用契約會選的方式 是應該 我個人是認為是不是啦 但是我不敢跟您 做一個非常明確的這個 你不敢跟我明確 那我這個 這個你來理法院 你還不敢跟我明確講說 這個是不是會選的這個樣子 應該是不會 因為這個的話 有不同的一個型態 那既然這個也是有個行政處罰的 一個行為的時候 就不會構成 就是應該 該處罰的時候 就應該是 依到他的這個行政處 行政法方面去處罰 那至於說 有沒有負責到行者的部分的話 那是又是另外一個 應該是不會構成 這個法務部 我現在告訴你啊 你們列舉的會選量態 裡面總共有很多項 總共大概列舉了24項 你們第五點裡面 提供交通工具 或者是交通費用 往返於投票所 這個跟他的住所 這個部分 就算會選啊 對不對 所以他有組織的這一種 計畫這種投票 他還不是提供交通 你去跟你載 載去投票 這個不是會選啊 啊 如果是 是不是 如果是這個行為的話 如果是我們換例 裡面所內 這些相關的行為的時候 那原則上我們會認為說是 如果是說是這個行為已經 達到了一個對價的一個手段了 譬如說我們一般我們在 像說是買票等等這些的話 我們也有一個 金額以內的一個範圍 你們原則上也是認為說 不會 構成會險等等這些的情形 我現在跟你講的 這個都是很具體的 這個 這個案例啦 是 接送 投開票 這個提供交通工具 或者是 給交通費用 你來代表我付100塊 還是我們派車給你載 接送 如果已經達到說是有可能的話 會影響到他的一個 投票的行為的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是會選的代價的話 我們應該是會選的樣態嘛 沒有錯嘛 是 對不對我現在 這個告訴你說啊 這個案子啊 是發生在新竹縣 所謂國民黨的藍營計畫 我們當時啊 也跟內政部請教 內政部有告訴我們說 像這種這個是 有組織這種投票行為 這個是除了說 行政法之外 這個是 這個是違法的這種行為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案子到 檢舉到特徵組啊 結果就不了了之 就結束了 這個具體個案 我是不了解釋 對 所以我現在就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 今天在修這個選霸吧 這個是其中一例 這是很明顯的按照我們 這一個法務部的這一個 會選犯行 例舉 在民國一百年所公告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是很明顯的會選行為啊 所以我在 我們今天才在修這個法說 你第一個 你發工作獎金 第二個 你又變相的啊 這一個 用這種組織性接送投票的行為 簡單講 這一個就是由政黨發動的這種 會選行為嘛 對不對 所以 檢查機關 碰到國民黨 這個案子就辦不下去啊 特徵組 現在到現在也不了了之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藍營計畫啦 我是沒告訴你說 這個是藍營計畫啦 結果你自己的新政 你認為說這個是會選 沒有錯 對不對 但是檢察官就是不辦 特徵組就不辦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頭啊 我們才要求說 有關會選的這個部分 這一個有關刑事政策 當然整個這些相關的這種會選的偵查 要不起責任是檢察總長啊 所以檢察總長 應該要來立法院報告嘛 對不對 否則所有的案子啊 這個 這個 動算過關 對不對 國民黨如果繼續這件 這案子都要刷刷刑 都沒有辦法啊 在那個環子訴法上面的話 檢察總長是要 就這個選舉來做 到立法院來做報告的 這個 我想 我不是只有在講相關的這個案子啦 我說整個這些會選的查查 我認為每次大選完啊 檢察總長都應該要 要 練習我們立法院來做說明 否則這些事情啊 都 最後啊 這個都 穿過水屋痕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對不對 你看看這些打選 我坦白講 我真的是覺得說 我們政府在查會的這種決心 我真的是大打折扣 我真的是大打折扣 對不對 你相關的這些會選的這個查查 你知道嗎 我們在高雄啊 這一個啊 我們高雄市上面具有一個禮叫 要彎心理 你們怎麼抓會選的你知道嗎 人家的理長去嫁媳婦 嫁媳婦去台中風車 油浪車下來扣 所有的人 幾六百歲都全部抓去 我們調查 調查地權數據做筆錄 對不對 部分簽工法的全部都查控 結果呢 是 之後還查一查台烏龍一場說 這個是參加喜酒喜宴 對我想這個 我們法務部應該 這個對這個案子還有一點印象深刻 喔 那 這一些犯罪的人 我們在 這一個相關的這個法令啊 他只要自白 不管有沒有查到最後這個兇手 全部啊 到最後都是按照我們99條 選罷法裡面的一個規定啊 這個 只要自白就減輕其刑 然後再還起訴 再按照我們刑法 第這一個 其實幾條的一個規定啊 這個後來的還起訴 大家都沒事啊 所以 幫忙買票 或者是預備犯 沒有查到證犯 或者是候選人的這個部分 到最後都不了了之啊 所以我今天跟我們法務部就叫的是什麼 你們在查查匯選的這個 這個第一個部分 你們是辦率不辦了 民進黨大家都都中調 那我們應該是我們在法務部的 一項一字都在宣示的 我們只要證據的話一定會查辦到底 不會說是 特別針對某一個 某一個政黨或是 那個證據 我們上次民進黨檢舉 我們上次民進黨檢舉 說了檢舉的這個文件 他們動員開會 開會的狀況都還付簡報 還有付相關的這個 他們動員的計畫 狼印計畫書 都還送給我們特徵組啊 到最後都沒啦 所以 我最後啦 這個主席我大概15秒鐘的時間 這個假如說自白 然後 這個 查獲候選人 為正犯或者是共犯 才得以 減輕或免除期限 這個你同不同意 你覺得啦 在我們 實務上在查他會選的一個狀況 還是說他只要自白 那我們 到最後都是還起訴處分 是不是要 你知道我修法的內容嗎 是 你有看嗎 有 對對對 你的看法怎麼樣 是 所有我們的法令的話 如果有些的 我們會認為說 有些可以如果有自白 甚至自首的話 自首的話 我們當然是說更會減輕的這些情形嘛 有些甚至得面子畸形嘛 那或是其他的或是自白的 在政調中自白的時候 可以減輕畸形等等這些的 等等這些有不同的一個層次 是那是不是要 要入到法律 法律裡頭的時候 可能就是看我們大院這邊的一個真作 等一下我再跟你討教啦 你現在在跟你講 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啊 你等一下再看一下 這個不是私底下 主條的時候再跟你就教好不好 是是 就把它先弄清楚 我的意思主張很簡單 就是說 除非說查到說候選人是正犯 我直接幫忙買票 或者是買票的這些人 自白 欸 你們每天都在整張 行使暴力脅迫 要求這個選舉人行使一定行為的 這個行程度是一樣的 對不對 結果這些人買的自白之後都沒有事情 這個人後的這個事情 對不對 這等於在變相說 那你買票沒關係 抓到反正最後還是緩刑 一樣的道理啊